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這節要跟進一下孟晚舟的情況 上個星期 我們做過一節特輯 講到孟晚舟同父義母的妹妹 姚安娜 姚安娜入了娛樂圈做明星 她 寫了一篇文章 不過這篇文章我們認為 應該是有人代筆的 因為就這樣看這個年紀 現在大陸的這些年紀 沒有可能寫得出這樣的文章 一定是高人幫她寫的 她在暗示現在的孟晚舟被人軟禁了 而且 根本 是沒有辦法跟她家人聯絡 而孟晚舟的情況 我們當時作出了一個分析 我們引用 這個當時 冷戰時代的一套電影 即是她描述冷戰的一套電影 叫做《換碟者》 蘇聯間諜當時是美國最重要的一個間諜 在美國下網之後 湯漢詩幫他辯護 最終 美國也有一個飛行員 在蘇聯被人俘虜了 兩國就同意交換間諜 在東德 當然她交換間諜的地方就是在 西柏林和東柏林之間 那條橋 換碟者這套電影十分之好看 我建議如果未看的網友一定要去看這套電影 那麼 裡面最重點說出了甚麼呢 蘇聯 是一個 很冷革的國家 間諜回到去 通常都不會得到領導的信任 如果接機的 或者接車的接應他的人 是他的家人 而出來跟他擁抱 這樣 表示 國家和黨相信這個人 相信他 沒有在敵方的 嚴刑敲問或威迫利誘之下 交代 或者供出 他們黨裏面的機密 如果 當時 出來迎接他是一個領導 但是態度只是冷冷熱 叫他自己坐上車 當然是換碟者的劇情 這樣 意味著 黨和國家 不再信任他 而他回到去 他只有死路一條 慢慢的情況 完全一樣 當時我們就說了 他老爸 竟然是他最親的老爸 沒有出來接他 而出來接他的只有他的老公 這個老公是故意的 做一班機 飛到深圳 然後 在深圳 拿著責法去接他 不過 據姚安娜裏面的說 這個老公 是名義上的老公 不是真正的老公 這個是黨安排給他的老公 是負責監視他的 好了 那麼他自親在哪裡 他同父義母的妹妹 以及他爸爸 沒有在現場 沒有安排他們 這兩個自親 去迎接 只是安排一個黨 安排的人 去接機 已經看得出孟晚舟 基本上他沒有辦法再得到 黨和國家的信任 現在我們 要跟進 最近 孟晚舟 可以說完全 銷聲匿跡 有沒有人再提孟晚舟呢 有沒有人再搜索他 沒有 他在公眾的視線上 徹底消失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接下來會面對甚麼問題 最大的影響 是華為是不是會倒閉呢 現在普遍的國內的聽眾 國內的朋友 都認為華為玩完了 我們這節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我們有兩個呼籲 第一 就是在美國的朋友 記得大家多多支持袁爸爸 他的演講會 在美國的灣區 隔走灣區舉行 大家 記得 支持 因為 可以看到蓬佩奧 可以看到余茂春 可以跟他們交流 這個機會不是那麼容易的 如果我們有簽證 我們也會飛過去 當然 英國的網罪 袁爸爸就說了會來的 11月6日 希望 到時大家見面 我們這次會採取一個很強的保安系統 所有人我們都會審查過他們的 戶口背景 順防 通常會有一些 破壞的人士 搞破壞或者滲透 當然我們當時會採取 一個閉門式的宴會 說回孟晚舟 他當時的排場十分之厲害 飛機飛到深圳之後 現場組織了一大 批群眾熱烈歡迎 好像英雄海船 中共的外交部副部長洛玉成 12號 特意出來訪問 就說 環球電視網 對著環球電視網說 孟晚舟在中共國慶前夕歸來 是獻給祖國最好的禮物 他披露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壓的三年時間裏面 黨和政府時限牽掛著他 這個副部長 解釋孟晚舟的回國意義 他說孟晚舟回國 去掉不僅是電子腳鳥 而是霸權和脅迫的枷鎖 孟晚舟事件 將有望成為歷史性的轉折點 將鼓舞更加多國家對霸權 強權進行鬥爭 可惜孟晚舟的熱過去了 慢慢走回去沒幾天 正是趕上了中國 大規模的墊方 很多人心情也都變了 也有網友覺得 資產階級回國 我們無產階級狂歡 為什麼 一個有錢女 住進億元的加拿大豪宅 出身來全部都是名牌時裝 享受真羞白味 過著神仙的生活 回到祖國 我們 連電也沒有 去到東北 我們取暖的電也沒有 山西 還是泡在水之中 全國 水心火熱 你興甚麼粥呀 駱肉成這番話是告訴國內聽眾 因為 國內聽眾也希望 孟晚舟 他是一個民族英雄 他被加拿大拘押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是金融欺詐 最終孟晚舟也在法官面前承認有不同行為 以換取美國就不起訴 或者 放他走 所以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是一個罪犯 孟晚舟得到習近平很關注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他怕他留在加拿大 會供出一些中共 尤其是 華為 那些不法的勾搭 那些不乾淨的東西 最終 就是拿了兩個加拿大公民出來做交換人資 交換戰婦 好像換跌者一樣 孟晚舟 令到習近平丟出了那麼多的成本出來 也不顧中國的形象 好了 最終 跟西方世界漸行漸遠 因為你很明顯在搞人質外交 搞綁匪外交 其實孟晚舟現在回到大陸 他在這三年裏面 美國對於華為的追擊其實是十分之猛烈的 華為由一家全球壟斷了很多地方電信的一家大公司 變成 日暮途窮的一家公司 而他 究竟在美國 或者向美國交代了什麼 使得美國政府精準地打擊華為呢 這個 就是現在孟晚舟的處境 他在美國的時候 當時華為可以說如日中天 但是美國政府在這三年內 一連串的招數出了之後 使得華為可以說是一落千丈 現在的華為 其實跟死不是很大分別 還說要去養豬 所以 習近平 不相信他 不相信他有原因的 因為他覺得 為甚麼會被人那麼精準地打擊 每一個 步驟 每一個脈絡 都好像被人掌握了 好像當年中共打內戰 每一次都是先於這個 國軍 去到現場 每一次都打到伏擊 每一次都埋伏到 每一次都 好像天兵天將一樣降落 原因就是 有內鬼 而中國政府 對於任何被俘虜的人 當然 不會信任 覺得你一定會有些東西包出來 所以從孟晚舟 是回國之後的表現 以及現在 大陸 的情況 可以斷定 但孟晚舟 未來也不會在公眾視線再出現 他玩完了 華為也玩完了 而為甚麼洛若誠突然提出來說孟晚舟呢 因為他要轉移視線 因為孟晚舟 本身那些人關注他 就是覺得民族主義情緒一時間炒熱了 利用孟晚舟 去推動民族主義 但是現在 全國都出現了大停電 又急降雨 然後又下大雪 人民水深火熱 他就立即拿回孟晚舟出來說 希望轉移視線 所以看到孟晚舟只是一隻棋子 而是 一隻棋桌 不過適當時拿出來 是用來棄的 是用來犧牲的 萬萬舟是犧牲的 華為 也是真的玩完了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拜拜 這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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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